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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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笑瑋 我是有柔 你現在收聽的是 驗聲廣播電台 視為空間 YouTube 播客 愛點網頻道 對 你可以搜尋愛點網 嗯 怎麼這麼麻煩 哈 因為我們是 跨多平台多媒體 是啊 上一次 上個禮拜 我們呢 有跟大家呢 透過YouTube來分享畫面 那就是 廣播手沒辦法做到的事情 是 嗯 那當然我們 嗯 因為這個是 那個花蓮的那個 防疫暖心食堂嘛 那一定要 大概先告訴大家 怎麼去操作 嗯 對不對 嗯 而且一直在增加齁 是啊 想問你到底標了幾家 兩 兩百多家 嗯 花蓮13個縣市嗎 13個鄉鎮 都是 全部包含在裡面 就一個滿偏鄉的 它一家都沒有 真的齁 好 那也沒辦法啦 對啊 嗯 嗯 希望呢 這樣子的標註呢 利用愛點網的走遊地圖 可以讓大家呢 更方便的去使用 你手上的愛心券 因為呢 打開走遊地圖 你就可以 馬上的 知道 你周邊 到底有 哪一些的 合作的商家 可以一目了然 嗯 那你如果不知道他怎麼去 那你就可以呢 把那個地址啊 滑到 好 最底下 最底下 還會有一些的資訊欄 還有一個 所有店家的目錄的樣子 這樣 對對對 如果你看不懂那個地圖 沒有關係 呵呵 你就 底下有一個列表啦 呵呵 底下的那一些的資訊呢 你就看哪一家順眼啊 是 你就把它呢 點那個路線 它就會幫你呢 跳到 Google的地圖 是 它就有一個路線指引 是 就規劃路線 如果你還要去找你周邊的那個位置的話 那記得喔 還要再回來喔 呵呵 對對對 回來左右地圖 因為這是兩張不同的地圖 嗯 這是提醒大家的 是 那今天我們呢 節目當中呢 要跟大家說一些什麼 聊一些什麼呢 嗯 最近啊 大家就講 欸 大家本來都很期待 下個禮拜一是最後一天 然後 禮拜二 然後就可以整個大解放 這樣 7月13嗎 是啊 對啊 不過 以昨天的公鑊來看 欸好像不行 只是稍微微解封 所以人家說這個叫做2.99級 哈哈哈哈 因為是BB仔嗎 BB仔 BB仔 BB仔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政策 也引起了很多網友的討論 是 今天節目當中就跟大家來談一下這個 嗯 是嗎 呵呵 也會討論 嗯 我們在節目裡頭也是跟大家聊一些 可能大家比較關心的一些生活話題啊 或者是民生的一個資訊 嗯 嗯 另外呢 可能我們有一些可能會帶上一些的 嗯 比如說線上教學或者是3C 嗯 對 好的一些的訊息 嗯 最新的訊息給大家 嗯 這一個禮拜啦 幾乎都在上線上課 可能是當老師也是當學生 一下老師一下學生 嘿 你覺得當學生好還是老師好 學生好 我也覺得 呵呵 而且呢 我覺得我愛上了線上的學習 嗯 怎麼說 因為很自在啊 喔是 嗯 另外呢 在過程當中 就是你可以 嗯 嗯 嗯 有的人會覺得說線上你可以這樣 細節爛爛收齁 但是我覺得不會 就是說你可以在很熟悉 很舒適 完全沒有壓力的這個環境來做學習 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對 那因為我一個人住 所以我在線上學習的時候 是不會有任何干擾啦 嗯 但是如果家裡頭人口 人丁眾多的話 可能就會 會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那種狀況發生 嗯 我覺得我是還好 嗯 然後就 嗯 覺得 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線上學習 嗯 那今天 嗯 我們之前去 偏鄉社區帶團體 那今天有一位 那個大姐啊 嗯 就跟我聯繫 嗯 那她問一些問題 然後我就順便就問她說 欸那最近疫情的關係啊 因為社區啊 一些活動都停辦了嘛 嗯 所以我就問她說 欸那你們最近有上一些線上課嗎 她說有 嗯 也是有 嗯 那第一個 我就問她說 那你們學了什麼啊 他們學了說 欸運動的那個應用程式 嗯 在運動的方面的 嗯 那第二個就是可能 就是一種 變裝的 蛤?什麼東西? 變裝的 就是應該是濾鏡啊 那種變裝的那種 喔了解 應用程式 這樣這兩種 就是變裝的濾鏡程式 是 嗯 我是聽說人家線上還教瑜伽啊 是是 我覺得真的是超讚的 嗯 對很難想像喔 嗯 那當然像我們也 呃我們當學生之外 也其實也在互相學習 就是一群老師互相學習 對 互相說欸大家也分享撇步 欸有什麼可以好用啊 你在教學方面比較適合的操作模式 嗯 還有包括你的時間安排 怎麼去安排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是屬於那種 不分什麼寒暑假 嗯 那之前有些網路的社群啊 之前都是一些中小學的老師 嗯 那他們放暑假的 超開心的 那最近那些社群平台 突然安靜的起來 非常 因為老師都放暑假去了 對 那他們在中間的過程當中呢 大家的每位老師呢 都非常樂於分享 嗯 然後大家呢 共同的來找出一些的 嗯 困難啊 或者是問題 就是呢 希望能夠呢 讓線上的學習效果可以更好 然後更吸引呢 學生的參與 你就覺得這些老師真的是很棒齁 對 不過 除了老師在學習之外 那小朋友也要讓他們學習 還有 家長也要跟著學習 因為有些包括可能老師希望他交作業 那要怎麼交 那可能需要家長的同盤協助 嗯 怎麼包括上傳檔案然後幹嘛的這樣子 嗯 嗯 那像我們的話 嗯 在當 講師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是會 安排一些的 課程 嗯 通常呢 有蠻多的 這個 邀約的單位 嗯 就是想說 欸那老師我們要上什麼 嗯 然後我會整個認住 因為我覺得說 嗯 你要上什麼其實都可以 嗯 因為呢現在 線上教學呢 已經是一個趨勢了 對 嗯 我們真的比國外慢了很 很多 很多年了我覺得 而且國外去年疫情開始 他們已經開始 裝一年了啦 對啊 對啊 我們才剛開始 是 線上其實 沒有什麼 差別 我覺得跟實體上課 當然有的人會覺得 還是希望可以人與人之間的 接觸啊 嗯 然後互動 會覺得比較有感覺 但如果說你可以呢 知道說 在線上的 教學的部分呢 有什麼樣的一個功能 我覺得那個還蠻有趣的 嗯 像我們 昨天有上的那一個 嗯 最後 那個團隊呢 就跟我們玩個遊戲 搶答 大家來搶答這樣子 好緊張 超刺激的 好像那個 你在醫治節目上有沒有 分很多 大家每個人都在搶答 看誰搶最 答案正確的 然後速度很快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覺得說 感覺就是有一點像 原本呢 是很悠閒在喝下午茶的那種 FU 突然間馬上的那種 刺激 大考驗 是 嗯 結果我們還有比賽齁 前三名還有獎品 是 我就錯在一題 然後呢變成 本來一直維持第三名 是 就被 叫第四名 就差一名耶 有點矮約 哈哈 真的 我就想說 你為什麼不 五個人呢 是啊 一定要 前三名為何不前五名 好啦 不管如何 但是那是一種很有趣的 你可以很難想像 以為說我們 可能在實體的 教學的部分 才能夠這樣子的互動 但是現在的線上教學啊 很多很多的應用程式跟工具 那一些的功能 只要你會玩 其實真的很好玩 嗯嗯嗯 最近啦 那些疫苗的預約啊 都開始都開放啊 嗯 尤其像什麼 第九類 第十類 對 就是基本上你 第九類就是 十八歲以上 但是如果你有什麼 重大疾病的方面 那你都可以預約 那還有第十類就是 五十歲以上 嗯嗯 那你都可以預約 那目前好像聽說已經 預約的人數已經 破兩百萬人 嗯嗯嗯嗯 那以整體的施打率的 那個覆蓋率來講呢 還是有待加強 是嗯 對還是不 不夠啦 嗯嗯 那我們強調就是 那個疫苗的部分 如果覆蓋率多的話 那那個病毒的散布 的部分 可能比較可以控制啦 嗯 嗯 所以 嗯 疫情 聽說今天又比昨天 又多一些 對是 嗯 所以就是代表 它還是有一些 隱藏的 那種 傳播鏈在傳這樣子 對啊 嗯 還沒有完全掌握住 不然就是呢 本來是陰性的 然後再 在驗 又又轉陽 這樣 對啊 嗯嗯 所以病毒真的很難拿捏 很高拐 是 因為它無孔不入 可能你包括今天 大家一直在新聞上討論的說 欸你可能進去廁所 尤其之後 十三號之後 有一些微解封 微解封 你可能會有一些公共場域或者 或者 嗯 共用衛浴 廁所 那這個地方 是不是可能造成一個破口 都是一些需要擔憂的地方 為什麼專家會說呢 這一個公共廁所的部分 比較難去做一個預防 是因為上一個 完了之後 下一個去 不可能在這個中間的這個過程當中 馬上有人去清理 對做完整的消毒 是 嗯嗯 所以如果在微解封的時候 你還會擔心害怕的話 那盡可能就是 不要上廁所 對 嗯 就是 因為其實 呃 現在呢 說微解封 但是其實 各縣市 可能不一定會照著這樣來做 可能會擔心 可能有一些影響 所以 或者民眾的那種反彈 他可能覺得說 欸 餐廳還是鼓勵外帶 然後不採取 不開放的措施 我是可以理解啦 嗯 因為每個縣市 它的 嗯 考量還有真實的狀況 不一定啦 嗯 那你說 哦 當然 如果你是解封的話 還是會有一些的擔憂存在 就怕說那個病毒啊 過來亂齁 是 但是有時候 呃 再換一個角度來想 如果 是老闆啊 或者是 呃 你全家大小就是靠那一個 呃生活齁 所以如果你去微解封的話 那你就很難去 怎麼講 你去 封鎖的話 他可能就沒有什麼經濟收入來源了 嗯哼 對啊 尤其我們知道有一些場域啊 我們經常看過 欸 他休業 然後 那他這段期間呢 到底怎麼辦 對啊 收入啊 已經兩個月了 嗯 所以可能就是有各式縣市政府 就是會有他們 自己對於自己本身那個地方的疫情 還有那個狀況 來去做一個評估 跟所謂的微解封這件事情 那有一些他可能從後到尾 應該市場很安全 沒什麼事 就會想說 那是不是讓一些老闆 可以做一點收入 就是生意 然後有一些的收入 但是也有另外一個 就會覺得說 你那個市場 你也不知道 也許他那個市場的性質不同 像在台北或新北市呢 或者是有一些的觀光的區域 他的那個夜市啊 就不是在地人逛的啊 很多都可能是外來的 就像那個寺廟好像這一次也是在微解封的範圍之內 對就是說 允許九十九位進場 但是他只是一個原則性 那你要看你是大廟還是小廟 腹地大不大 你小廟你要擠九十九位進去 大概也困難 對啊 九十九個 是啊 如果你小小的廟你可以擠進九十九個 你那個標準到底是什麼 對啊 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你一定要保持社交距離1.5公尺以上 對啊 我們的國內疫情其實也不錯啦 從五月份開始爆發 然後人數一直越攀越高 然後到現在就是二三十個人 至少比國外還要來的好一些 國外幾乎很多確診都是一次都破千以上這樣子 所以能夠做到這樣呢 真的還是大家的一個努力 而且跟配合 那還是有一些部分感染事件發生 那因為那個病毒真的超難防的 所以防疫措施呢 就開始有一些的那一種滾動式的調整 我們的行政院那樣講的 那我們延長了全國疫情的警戒 那第三集是到七月二十六號 這是已經確定的 但是呢 從七月十三號開始起呢 會有一些適度鬆綁的部分措施 聽說到了那個時候 七月十三號還會有一些微調整嗎 對 滾動式調整 OK 那常常有人在講說 欸 到底本來說解封到底是十二號還是十三號 常常有人搞混你知道嗎 就說十二號等解封 但是其實是一直到十二號 那包括這一次 微解封是十三號開始喔 不是現在就開始喔 對對對 這個要分清楚 免得被罰款 好 那我們等一個記者呢 新聞記者就很貼心的跟大家呢 整理出來 每次就是呢 用圖卡來跟你做比較快 好 三集延長四度的鬆綁呢 有什麼你不行做的呢 嗯對 就是目前你要做 要結婚宴客啦 辦喪禮要公祭還是不行喔 嗯 那另外宗教集會有活動 像是靜香團 繞境啊 普渡這個都不行 對尤其現在農曆七月快到了 普渡是不行的 蛤 不是還有一個半月嗎 何擔心啊 哦 好啦 有的會提早普渡或幹嘛的 真的嗎 其他的 他不一定是農曆七月那種普渡啦 但是可能會有一些坡兜 這樣子 你說什麼超渡 對對對 之類的 還有什麼我們不行的呢 對有一些會展啊 大型會議的那種團體參會都不行 嗯 還有就是我們大家不要耳熟能想的就是呢 室內五人以上 室外十人以上的家庭聚會 還有社交的聚會 對這個也不行 是 即使微解封了還是不行 嗯 那當然如果是你是大家親世的 我一家 一家就已經超過五口人了 難怪難道你要我們流浪街頭嗎 沒有啦 這就是同住的話就不計算在內 嗯 這樣又有點人性化了 是是 不然就把他趕出去啊 到底要趕誰 趕爸爸 沒有 就是一個進來一個出去輪流 真的喔 好那另外還有哪邊不行去呢 像休閒娛樂場所 教育學習場域 還有觀展 觀賽的場所 這些是不行的喔 那到底什麼什麼東西可以呢 嗯 像有的國家公園 還有國家風景區 遊樂區 一些休閒農場 森林遊樂區 植物園 文化園區 學校操場 駕訓班 他是說可以的 只要是戶外的話 但是 雖然是這樣 但是好像有一些是有總量人口的管制的 這也是要留意 比如說 本來呢 原本他呢 可以容納 一萬個人 那因為微減封還是要考慮防疫的措施 所以他可能減半剩下五千個人 等等 就是你要看那個地方的相關規定 對還是要依各個風景區的規定 像我們知道有的地方 他可能那種住宿的地方 馬上被預約搶空 那也是有的地方 他覺得說 那我還是要持續防疫 就是一定要維持到二十六號這樣子 對 那室內的部分呢 室內部分的話就是 美術館 博物館 電影院 表演的場館 還有社交機構文化中心 因為這些都是你進去的時候 是一定要持續戴著口罩 然後表演場館呢 就是你必須要無觀眾 就有很多人講說 你沒有觀眾 你剛剛表演什麼給誰看呢 對啊 就大家會有點 滿匪夷所思的 是 然後 再來 還有室內外的 沒有他說什麼 你不行的是休閒娛樂場所 難道電影院不是休閒娛樂嗎 他是唯一例外開放 但是要採梅花座 就是保持距離 那另外還有 還有一些室內外的那個 運動場館 那游泳池當然不行 因為你必須要脫口罩 嗯 那運動場館 他還有講說 你不能共用器具 器具不能混用 好 還有就是高爾夫球場也是可以的 對 因為高爾夫球場不是那種呢 大家壯來壯去的 是 可能一個人帶著乾地這樣子 還可以保持很遙遠的社交距離 所以他這個是可以的 好 再來還有什麼可以呢 還有一些餐飲場所啊 譬如說 餐廳還有傳統市場 夜市 百貨賣場 美食街 美食區 這些只要符合一些 包括用隔板啊 或梅花座 或保持一個一定的距離 都是允許的 有些老闆蠻可愛的齁 就是雖然呢 政府已經開放了齁 但是他這邊有一個代數 就是你要符合指揮中心的指引 你就可以內用 但是老闆就在想啊齁 我如果要讓客人內用 可是我又擔心有疫情啊 那我就是要按照規定來 如果我讓人家內用的話 我還要去進一些的隔板 他覺得那個隔板的成本也很高 乾脆維持一關 我還是讓你們外帶好了 我們就常會說齁 嗯 外帶真的跟內用差很多 有一些的東西 真的就是內用比較好吃 是 像那種火鍋有沒有 一定要在那邊煮一鍋 在那邊蒜肉這樣子 對啊 像牛排也是啊 對不對 是 所以 好 大家去衡量了齁 那也要配合人家的規定 那有一些 一定老闆呢 有他們的 考慮的地方齁 就大家多多配合嘛 因為疫情期間啊齁 嗯 那如果你真的那個老闆可以 那個店可以內用的話呢 真的是要遵守呢 相關的一個規定齁 嗯嗯 還有就是 另外一個可以的齁 就是說 允許國內小型的旅行團 就是九人一下 嗯 嗯 我們就在討論說 什麼是九人一下 可是今天應該是會有記者啦 會去詢問說 欸 九人一下 那我是不需要 我到底要租小巴呢 還是中巴 讓大家採梅花座 還是 我小台車九人塞一起 這樣子 對啊有九人座的不是嗎 對啊 對啊 啊那個可以嗎 嗯 可能應該今天會有人問 哈哈哈 你說兩點嗎 是 哈哈 所以我們正在主持節目 沒有辦法及時的觀看 我們的那個 那個 疫情中心的 這個記者會齁 還有一個可以的 就是劇組的拍攝也行 對 因為這段時間很多 我們包括一些綜藝節目有沒有 有些是戶外型的綜藝節目 嗯嗯 他們常常 一群人出去外面拍外景 嗯 那可能就是因為這陣疫情的 他沒辦法拍 那可能春檔也幾乎快用光 嗯 嗯 好那 有一個人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就是 可以的 像電影院啊 表演那個什麼 文化中心社交機構 這些都可以 為什麼那個可以戴口罩的學校啊 或教育場 遇不行 然後 欸 那時候就討論的時候 我第一個 想法就是說 因為電影院你不可能 小朋友會亂跑嘛 嗯 那你學校你去了 學生你不可能把它綁在椅子上 不是說每個學生都很安分的 坐在那個地方 對啊 一定會打打鬧鬧 對啊 一定是這邊刷一下 那邊刷一下 哈哈 互相交流這樣子 比較難控制嘛 嗯 這樣對於雙新家庭來講 也是一個困擾啦 然後怎麼辦呢 他們也不可能臨時請假啊 或什麼的 然後你那種照顧假也不可能一直請 對 對啊 嗯 那小孩怎麼辦呢 是啊 帶去健身房 有人講的 把他丟到電影院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嗯 是有點傷腦筋的事情 對 但是不管如何就是 是不是還有一個規定 就是不管是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還是要記得 一定要配合熟聯制入出口的管制 還有人流的管控跟人數的一個限制 還有維持社交距離 這是一定要的齁 除了飲食之外 要全程的佩戴口罩喔 嗯 再來就是呢 員工人員的健康管理也是很重要的齁 隨時的要去關心一下齁 還有確診事件 如果有的話 就要 這真的是要滾動式修正 對 嗯 那當然這幾天 後續還有三天嘛 嗯 政府還會持續滾動式修正 也許因為大家的反應啊 或什麼 也許他會再做一個修正跟做調整 那大家可以持續來做關注一下 嗯 嗯 那我們還有一點的時間 再跟大家講一些必須要關閉的場所 其實還是延續的啊齁 嗯 比如說那個 這樣算是八大行業嗎 八大場所 八大場域齁 是 那當然另外一個 我們常常在外面有那種 那種抓娃娃機那個地方還是不行喔 抓娃娃機那個算什麼 蛤 哈哈 抓娃娃機 自助選物販賣機 呵呵呵 所以那個 喔喔喔 對對對就是這個嘛 對 販賣機的營業場所 嗯 跳蝦場也不行 嗯 桌遊場所 其他類似的場域都不行 對 那教育學習的場域呢 包括什麼呢 社區大學啦 樂靈學中心 還有訓練班 那剛剛我們講駕訓班是可以 因為你只會跟 只有你跟教練會一起在車上 所以他是允許的 但是你的一些什麼學科啊齁 就要用視訓的方式 嗯 對 學科要用視訓 然後另外就是有 因為現在有一些道路駕駛的訓練 嗯 那你車上就不能滿座囉 是不能 因為滿座就五個人啦 對 嗯 是不是 好 K書中心其他類似的場所都包含在呢 沒有開放齁 一樣是關閉的狀態的教育學習網域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呢 觀展觀賽的場所 對啊 剛剛我們講的會展場館啊 游泳池這些地方都還是不行的 嗯 好啦 疫情期間大家還是乖一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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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